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棋爱好者在微博上发了点凯探 然后你们围棋行里一个人就不服 就跟他变 就是说你这就像是什么呢 这个练武术的 那你说练功夫的后来有了枪 那难道说练武术的就没有意义了吗 他这么来比方 就说你们围棋的国手碰见这个master 碰见alphago的这种感受 因为大家很简单一个问题 就是你忙活了一辈子 到最后被人打六十比零 对六十比零 就是这个对你们干这行的人来说 是个事 我想对我们的触动是不一样的吧 嗯 对 就是应该是受到震撼 非常震撼的一种 由于这个失败 就我们一种震撼的教育 就是人过去有一句话叫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你自以为好像自个儿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我曾经当时就一直都有 在我这个年轻时候状态最好的时候 我自认为就我只要没睡着 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天下无敌 哎 就是这样的感觉 不能再吸点痒 但是从那个看见Master之后 看见AlphaGo之后 我发现这个太幼稚了 就想了 蔫了 这个想法肯定是不正常 服了 是吗 对 就咱们常说服了优 确实厉害 它的厉害是超长的 我刚才感觉到就是我们中国啊 也有人工智能的 也研发过 也有 日本也有 都研发过也挺厉害的 但是他们水平都远远不如这个AlphaGo 远远不如AlphaGo 像日本的前不久 和日本的一个著名的棋手叫赵志勋 可能下了个三局两胜 就是去年大约是年底下了三局两胜 结果赵志勋2比1赢了那个 那个日本的那个机器 只能说机器不好 他的 也就是说那个机器研发的程序 还比不上那个AlphaGo 他三半期的就输了两盘了 AlphaGo60盘是全赢 而且还是分很多选手 这个是所有的选手都上去了 然后60盘全赢了 这个很可怕 他们刚才那个李世实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说他情绪稳定 这句话说错了 他没有情绪 对不对 他按照人的标准 说这机器情绪稳定 我们是有什么 有这个利率得失 荣辱各种问题会考虑 下棋的时候 情绪不可能是稳定的 你说说对 但是他是以人的标准来说机器 说他情绪稳定 其实他没情绪 对对对 他怕的是他没情绪 这情绪多稳定 那是十佛式 对 十佛一个 十佛可以算情绪稳定 但是机器就不能用稳定 他没有情绪 你跟医生没有情绪 就我说的 他不考虑输赢 他考虑你的 就正确与否 就我这招是对还是错 下面的事我不考虑 人顶尖的国手 他这个心理状态 做不到这个无欲无求的感觉吗 这种抽了 下到顶尖就最好 状态最好 确实也是无欲无求 没有那个 你反正在比赛时特别想赢 老怕就是 沾千顾厚 特别怕输的那种 基本上是输 就是状态好 你连赢多少盘子 像我那个在列台赢的时候 根本不考虑输赢 只要是守住 我就不能说 守住就最后一个 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必须守住 就是 用自个的技术守住 不是靠什么去想 老想那不行 正常发挥水平 在那时候 所以我那个不光是连赢了那么多盘 而且每盘的内容质量都特别好 就是该赢对手 就有点像那个马斯特 连赢六十半 你有过马斯特的感受 就是当时我这个享受的比赛 就是你过来 你不管是谁 我都让你回去都输了 而且我赢你啊 不是什么像那种 偷偷摸摸 偷鸡摸狗似的赢 都是很光明正大的 扬谋不是阴谋 对对对 所以人跟人下啊 要不说当年咱们就记得这个聂其胜西洋吗 我我后来看那个就是吴清源当年下那个十番棋 就到最后啊 输赢甚至可以取决于什么呢 就说吴清源晚上能睡着觉 嗯 就是当你就要这个超级脑力劳动 要下的非常密集的话 下到后来就失眠了 你但凡一个人你能晚上能睡着几个小时 第二天你脑子就好使一点 对对对对 那是当然 是吧 睡觉是最可怕 机器不用睡 对 他没有这个问题 对啊 你睡不着觉 等于那个那个罗斯扣 这个通通扣了 你一通通扣了 你什么都不行 但是就说您像您讲的这个哈 你说他前半盘 我觉得他下的也没那么好 对对对 哎 咱这么说 好比说您跟一个奇力比您高六十倍的这么一人 您认为您能说 哎 他也下的不好 你怎么知道在这一招就有昏招 你怎么知道大师手里的昏招可能来复着后招 不不不 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他的进程啊 就是我们那个判断好坏啊 就是你子的位置啊 效率 你的效率不高 我的效率比你好 就是你的效率发挥不出来 这自然而然 大家都有这个 像我们职业其手都能还能到这种水平 能判断出形式的好坏 但是呢 你这个说你好呢 是好的有限 是相对的 不是说是 像直接把你吃死了 一块钱吃死 那你直接就让你认输了 他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就是 优势很微小 我相信这个谷歌的这个 这个Master AlphaGo呢 他都下每一步棋呢 他每一步棋之前对这个这步棋的判断 是什么判断 他们跟我说过 就是他 因为这招棋下之后 他这一盘棋 有51%的可能能赢 他就满足了 就这样 他也不贪 他什么时候一到60%的时候 你就死输妃了 就输了很多了 他就是说每一招棋 他最后对自己的评价 为什么下这一招棋 他的评估 各个电脑 报告他这个 汇报出来 他这个情况 是超过50% 他就选用 我看到一个人写了一个很详尽的文章 很有意思 他就说这个AlphaGo啊 是跟人类学下围棋 但是到了这个Master 到了大师级的时候 是让人类跟他学下棋 是他两个思路 所以AlphaGo是你还有可能赢他 因为他是学你 他每一步都学人类的思维 过去的名牌什么 他都输入了 但是到了现在这大师级的 他把你以前的东西抛弃掉 所以就说让专业棋手看 有的招叫昏招 但是他不昏 他是经过后台计算的 对啊 所以我说咱们这 他改变我们的看标准 比如说他存在不存在 当年咱讲毛主席的这个战略 在一城一地的得失 咱们不计较 表面上看来在这个城市我们输了 但是实际毛主席战略运动都大后方 你觉得他有这种大局感吗 应该是有的 他就是AlphaGo的那个 对围棋的理解 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 他是可能确实在学人的 这个这次我看了好多番 Master下了好多就是 非天之招 就是完全是我们也没见过 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不认为他下的那个 肯定是好的 但他确实是 那是不是您的 您还不能理解的呢 因为他那盘棋 我看的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 一开始说在新那个 人家占了个新 然后买在那个33.33 这样的下法是肯定没有的以前 他现在就下了 所以他赢了 那他算不算是为围棋 创了一个定势 我认为他就是一种 只有他才能这么下 因为他有强大的实力 做活动 怎么下都能赢你 他那个结果是不好的 结果是不好的 所以这里边出现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没下过他 但是你仍然能够评价他 这个 就我是给他局部的得失评价他 你比如说我听这个江处九先生 也讲过一次 他就是说这个 他认为他说这个吴清源 他认为这个Alpha狗下出了 当年吴清源追求的那种棋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 吴清源那个棋 讲究叫所谓中和之道 就是说每一个子 在整个棋盘上衡量 都有最大的效应 认为都是人类的评判 机器没这个评判 机器就是第一 刚才说了 他无情感 他只有对错 他连输赢都没有 他没有输赢 输赢是他后来的事 他只是说 刚才聂老师一直讲 他超过51就是对的 我就走了 对 他就按百分比下 我按百分比下 我到了百分之六十 那你就等死 百分之十已经死多了 不是死一点 死都死 就不如说到非洲去了 但是您觉得 就跟他下 有些快乐 是不是会失去 就当年我们这外行 就一听跟武侠小说似的 比如说 您下这武功证书 什么武功证书 是宇宙流 什么感觉这个棋行 美不美 不光要赢 下的还潇洒 漂亮 很多好像人格方面的 斗智斗勇 这种乐趣 您觉得跟这么一机器下 那这些乐趣都没了 他不考虑这些 什么棋行美不美 他其实不考虑 他就想 就是当时的百分比 他就研究 所有的都是按他的百分比下的 对 那现在你比如啊 咱们换一个体育运动 比如打球 打球有姿势没 对吧 打乒乓球 因为我过去看过 打乒乓球 是谁 这人这球打的 怎么那么难看 但是他没把这给你打过来 对 如果你今天弄一机器 他不管你姿势 他就是搞死你为 搞死你就得 对不对 那么机器他不考虑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由人工 人工 现在讲人工智能 完全要过渡到 就是完全是机器智能 就是一旦机器有了思考的时候 那人类真是灭定之灾 咱们去一下广告 等待着强强三人 下广告直播见 一旦 去哪里 咱们现在 你知道我现在接触很多这个搞投资的 他们都是这样 整个这个热钱的都说 基石什么人工智能 都在日本了 就是说据说是有一个叫起点 还是基点就像宇宙那个大爆炸的 这个点他们叫基点还是起点 说这个点大概发生在203几年 到这个时候他们有个标志 就是说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 这个智能我不知道这个标准 有有多少科学性 但是呢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就人们的想象和恐慌 就是说他将来会发展到什么 过去有一个阿希莫夫 机器人三定律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 他在很早的这个工业化的年代 他写科幻小说 但是呢西方的科学家受他这个定律影响很深 就比如说第一个定律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 对吧 第二个定律什么机器人 比如说必须保护自己 但是必须在以第一条定律为前提等等 大概有这么三条他的行为准则 但是呢现在呢又有人出来这么一个概念 新的概念就是说啊 其实有一个定律就是啊 所有可以用算法描述的行为 人工智能都必将战胜人类 这个事就深了 就是说所有能够用算法 算法是计算机科学里的一个概念 就比如说您下这master 他不外乎就是各种 就是说围棋的本质 从胜负的角度讲 他是不是一个够复杂的算法 就你只要算的够精密 够精算 他是总能定输赢的 对吧 那么你要在推而广之的话 比如说您找个老婆 在你脑子里发生的 是不是也是一个够复杂的一个算法 你根据很多标准 未来的老婆就是这么找的 就是一个机器人啊 里头那个很有意思 日本现在都有啊 日本现在就有 你到日本现在去卖手机那 他有一个一米二的 一个小白人 这小白人很厉害 他是上市第一天 你跟他对话说 他经常哑巴 他不知道你跟他说什么 但是十天以后 忽然发现谁都说不过他 一开始人都不说 他怎么进步这么快呢 他因为他有120个 在120个门面 对应了这十天来 所有客人的说话 你这么多客人跟他说话 你再说很难超出这个范围 就跟下围棋似的 你前面人类下过多少盘 你都要输进去 他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 那么他这个机器 很快就会应对你各种说话 这还是现在比较初级的 他干嘛呢 他卖手机 他为什么一米二呢 他说日本科学家啊 人类很贼 说为了让人类有优越感 这你给他个高啊 你这么低着头看呢 一百二十二续成两米 他这么低着头看你 你就没优越感了 所以呢 他就一米二 你拿手机进来 他马上说 你这是苹果五吧 你这个机器什么毛病 电不足吧 你每天下午三点钟就没电了吧 你只要带于充电宝吧 他把所有排号的手机 他扫一秒钟 他就知道你什么问题 你的大概率事件 这个手机最容易出的问题 他来提示你 然后他告诉你 你应该换一个什么 所以您看 这次您下棋 您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没有 还没有 聂老师 聂老师怕什么 是我们怕 我们怕未来的生活 要叫我 我就会怕 假如说 比如说我干了一辈子这个围棋 我是顶尖世界第一人 我突然 我会感觉到 这不是什么力量 它是个什么力量 比我高出这么多 从古以来 成几千年围棋史上 没有过的这么一个水准 甚至是不属于人类 能达到的围 但玩的又是一个人的游戏 你会有这种 这种有点 我只觉得很神秘 对 很神秘 但我觉得它是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带来好的 是围棋的 对围棋发展有利的 对围棋发展 大多 围棋下的这份大多 那您说这个 比如说对围棋发展有利 那么是意味着有些招数 我们人类过去从来没见过 没见过 他确实下了很多招 我们就是匪夷所思的招 下了很多 但是你也认为 你也很难去复制他的匪夷子 我们人是肯定掌握保险 如果下了的话 是肯定不行 比如我的学生那下 那要对我骂了 不可以这么下来 但是你从他那 那学习到了什么呢 他怎么就能提高了你的水准呢 嗯 他关键是后来厉害 就是他就是 他的那个 对其的那个理解啊 和在我们人之上 他有理解吗 因为我就没实际 计算 我们的 对围棋的理解呢 目前停留在 就是人类的 现在目前所谓人类最高水平 就停留在 我们举个 打个比方说是 A吧 对 他已经到B啊 C啊 D啊 以后 那他已经比我们 快好多的等级以后去了 就是他的下法 就是他的构思 现在是在我们之上 他大局观 大局观 大局观 是不太好 但是你仔细看呢 他在大局上呢 还是保持着平衡 就他没有太落后 大局上是 也就是说 在他的电脑里 他这个结果 他之所以这么下 认为这个他是50% 甚至于51% 可控 可控 他没有落后 如果这样下只有40%几 他就不这么下了 那他 比如说人跟人下 有时候可以用点阴谋 蒙你啊 或者是阳公啊 引到对方 误导对方 你觉得跟他下 能来这个吗 没有 但他也会跟你来 他会跟你来这个吗 我相信他也不会 就他 你们常说 他是个没有感情的动物 他没这些东西 没有心理性的东西 他没有 他就是一个 正规 规规矩矩矩矩的 人家第一期人 全是正能量 你这讲得好 老有负能量 迟到不行了吧 过去我们跟人下棋啊 打牌啊 明是抓一手破牌 但是假装特得意 就是大呼对方 对 一直对方就认输 是吧 这个他就是利用人的 这种 这种 所以这 这个事啊 这个聂老师 这是在这个围棋 这个领域啊 您是领略了这个 但是为什么我就说 真正他们计算机专家说 说这个围棋 这个对人工智能来说 是个很简单的事 并不那么复杂 有可能 他真正 你现在想 将来可能战争系统 比如说 你有美国国防部 对吧 美国有国防部 对美国国防部 他可能战争 本质上也是一个计算 各种资源的计算 如果战争上 运用人工智能的话 那就人工智能 应该终止了 不能用它了 太可怕 那个原子弹还厉害 对对对 所以人工智能 只能是给人家 造福音 就是娶个人工智能的媳妇 就据说 这个人工智能的媳妇 他会设计到 很多这个 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他有一点 性格小缺陷 这种性格缺陷 它是经过计算 就是不能把你惹翻 前提是不能把你惹翻 然后呢 人家说小吵一情 就是夫妻之间的小吵一样 然后他可以 给你威做一些刁难 然后隔一段时间 他会告诉你 我还有点什么秘密 没告诉你 但是你知道 最近我推荐你们看看 有个美剧 美国家叫西部事件 很火 就是讲的人工智能 就是讲的 就跟弄一个迪斯尼乐园 但迪斯尼乐园里边 都是跟人一样 生物机器人 但是这些生物机器人 他已经复杂到什么呢 给他进入很多城市 比如说会有感情 会有爱情 连爱你也是一种 设定好的一个命令 然后游客进去 真人进去 就哇一枪打死他们 或者跟他们发生故事 像编电影情节一样 他幻想的这么一个乐园 但是这事里边 人们很有很多思考 比方说 他就说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无穷的算法 在逐渐复杂的过程中 说人类是怎么来的 人类是进化过程当中的意外 是那个遗传的 咱不是 咱每次父母遗传的 都会变异一点 变异一点 很多变异呢 就是优胜劣汰 就被淘汰了 但有些偶然的变异 适于生存 人不就是这么出现的吗 那他的意思 他反倒经常发现 披露和差错 就是这个电脑 城市太复杂了以后 他在运转过程中 他会出现一些 偶然的披露和差错 而他的这些披露和差错 有可能会带来 他自己有没有 类似于意识的一种东西 他提出这么一种 至少是思考 就是说慢慢的算法 因为你想让机器人 越来越像人 越来越像人 但是够复杂了以后 他突然有一天 产生了类似于 自我意识的一种东西 这玩意到了那一天 你就控制不了他了 你就控制不了了 太可怕了 无作非为那个太可怕了 而且人类绝对就不是对手 所以我就说 他只要有自我意识 他一定先学坏 他不会先学好 人都是先学坏 后学好 人类的 之类从野蛮到文明 就是个先学坏 后学好的过程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制止战争 是因为战争是个坏事 大家都意识到了 人一开始就是爱打仗 最简单的是 就我想把你的杯子拿过来 你不给我 那我就打你 你就给我了 不就是什么 这是很简单的事 将来可能他得奴役着咱们 你不是齐胜吗 陪我下棋玩玩 除非你能够有一个东西 就是医生不能交给他 就是他的储能系统 就是一个指令 断了他的能 他就完了 就怕没电 就怕没电了 没电 就像聂骑胜没了痒 甚至他可以让你更进一步的想 你有什么根据认为您就不是机器人呢 你不是被制造的吗 就是我们的你的大脑里 我告诉你很容易 我们是碳分子组成的 机器人是硅分子 那您这工业水平还低 这将来 假如说存在一个造物主的话 问题 人这个也是个非常精密复杂的机器 而且人你其实你的大脑里 是根据一些城市 就是计算 就是计算 你是根据很多城市来运转的 包括你的感情 对吧 为什么你看到他就喜欢了 那你 你也没有什么根据说 你就一定不是被制造的 就不是 他是这样 就是人呢 人跟机器之间的 就现在的差距就这一步了 就是处理模糊阶段 模糊阶段 你比如说 什么样子 长成什么样为漂亮 这事你要拿文字写 拿数据写的 都比较麻烦 就我呢 看一眼 我就知道 哎 这女孩漂亮 那这个漂亮 是你从小接受 所有信息的一个直接反应 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的 东方式的漂亮 和西方式的不一样 你比如西方人 一看中国那个 细门细眼 那女孩 中国人说 那多难看 那女孩 外人觉得特漂亮 就是她的信息系统 他在处理这个模糊阶段 那我觉得 人类的这个过程 人类思维的过程 就是把模糊阶段 这块拉大了 缩小的一个过程 如果缩小到零 就是计算 纯计算 对于错 所以大部分是模糊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感情 我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哈 这个聂老师 当年中日围棋类台赛 其实他是有一个情怀 做有一个动力 为国争光嘛 他们那一代的 就是运动员 就是为国争光 哎 但是您说 您面对这个将来机器 乃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就过去咱们的 很多这种情怀 哎 还 人呢 就人不跟机力下了 以后困惑吗 我弄一机器 聂老师也弄一机器 咱俩机器对机器下 人和人 单下 你知道吗 以后比赛就这么早 你觉得人跟机器 这也没意义不大 只是在现在的探讨机器的 这个成就 科学的成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将来全 比如说哈 你以后有一个叫人机 大赛的一个 一个比赛 这就没意义了 您比如说您现在要教学生 以后您觉得您会不会让他多跟这个 Master下下 Master他是不可能拿出来给人类来教人的 应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那他成本太高了 他动一下 就是好像是在我听说是几百万美元 跟您下这个一盘棋 几百万美元 天哪 这么久 所以咱下不上 咱下不上 你想下都下不上 他那个一千台别的机器都跟着 连机 连机在动 对不对 我听说他的 当然我这个数字是 可能 大概 我就反正他那个成本特别的高 他就不能用来下 他这个也支持不了 把谷歌下破产了 虽然赢了60回 支持不了 那些数据太漂亮了 可是站在谷歌的角度 60比例 他炒作的全世界都 全都 盖下谷歌股票奖了 是吧 这是一局万金 而且是 这钱花的其实值 他 他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下一盘棋的成本 是完全出乎咱们人意料之外的